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来玩我们的七骑士 今天是11月15号 好玩七骑士的第六天啊 第六天了 还在新手阶段吧 这两天六日应该蛮多人入坑了吧 入坑可能会玩比较凶严 好 签到一下 哇 我这个都半夜签到啊 如果今天没玩的话就少签一天 第七天可以拿到这只角色 光之圣女卡琳 这个肉签应该没差吧 这种应该是特别签到的话 肉签应该没差 应该算是累积吧 好 上一期玩到这边嘛 前往难民所在之处 上一期就来到冰冬之城嘛 这边 然后又到疏库找这个诺河 然后这边启动装置我马上失败了嘛 然后又回啦 又出来这样 诶 我的血没满诶 诶 真的诶 我的血没满的话怎么办 这个游戏的血不会补满 怎么那么神奇啊 诶 补了 补了 哦 补满了 诶 这怎么这么多胖青蛙啊 那干嘛的啊 刚那个胖青蛙是干嘛的啊 好 物资 这刚刚嵌到的 魔物就是魔物嘛 Go... go… 我们的那个银帝又被威胁了 跟这我们的这些难民真可怜啊 今天的无限之塔 成长副本都还没打 就玩个20分钟之后 再来打一下吧 厚 这边还是打怪 打八之怪 油斷啦油斷 油斷就是U段 U段 就是大意 宠物禁忍在那邊 我不知道能幹嘛 恢復軍所有20%加3,000升 哇真的真的喔 我剛才還在說如果沒血怎麼辦 真的可以回血 冷卻時間180秒 180秒是3分鐘 可是你打完之後他又好了 這個冷卻又好了 感覺那個戰鬥是一個戰鬥副本 瞬間就好了 我的那個HP大概多少啊 他剛說20%跟3000嘛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HP HP喔3000 這邊是攻擊防禦還有生命 基本素質 好啦這位警備隊長就是雜魚 他扮演那個艱險小人喔 所以我們算傭兵團嗎 我們都一直都在危險 大家 都不可以信用 等一下 我覺得那個 對話那個 人物的動作沒有那麼順暢 這有說跟你的效能有關啊 你的手機效能有關 可能你的畫質不可以調太高吧 可能你的畫質不可以調太高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影片 給我感覺也不是真的影片吧 也是用他的模組去做出來 你看這邊好多胖青蛙喔 他們怎麼了 胖青蛙 胖青蛙 是這個 這個玩家叫胖青蛙喔 真的耶 他這個胖青蛙是他的那個角色吧 真的耶 是不是可以看到其他玩家喔 我還真的不知道 可以看到其他玩家喔 對啊可以看到其他玩家耶 ところで おかし 好我們要消滅這個蓋盧 好我們需要這個拉尼亞王冠 所以我們要去海岸線吧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用把那個白色字一些 一些重要的訊息用紅字框起來 就變成紅色字體阿 你就可以直接看重點了 好你看這邊有一些玩家 也在這邊 不知道他伺服器是怎麼分布的啦 怎麼可能那麼少人 如果是 全部擠在一起應該是密密麻麻的玩家才對吧 沒有我去玩那個天堂W嗎 天堂W人超多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哇 因為他是全球伺服器阿 你可以跟別的 別的國家人一起玩 然後大家在那村裡面就卡在一起 集在一起 突然突然離開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 然後來到這個 綠綠漾昂的地方 好GOGOGO 這個克雷爾比較可愛阿 目前最可愛的精靈就是他 那用我們的角色 用我們的角色 我上一集有刷那個經驗值的那個副本吧 有練到20等這樣 就塞陰阿 好我們要去海岸 我們在這裡嘛 我們剛剛是在冰凍之城 好像直接傳送過來了耶 直接用船了是不是 不用自己跑 好我覺得畫質是不錯啦 那 上傳到Youtube之後 他會變成很多雪花 而且是戰鬥的時候 他為了要壓縮那個影片 因為雪花 雪花就很多 很嚴重 可能我沒有用很好的畫質在錄吧 只有720p而已 好我們就盡量打怪 他真的很好玩耶 可以邊戰鬥邊對話 看他們對話 就你會覺得他們的團隊是 很活潑生動的 不是那種死氣沉沉 所以我們待會要跟那個守護琳達囉 反正我們現在要拿黃罐嘛 黃罐 我希望可以控制 哪一隻BOSS吧 裝備的部分 我昨天有分解啦 分解 自動穿戴 都沒有推薦啊 這個可以 他有箭頭上升就可以穿戴嘛 這隻也可以喔 這隻吉拉漢也拿到了喔 感覺他還是漏盾 幫助冰精靈 好 冰精靈就是他 我們來幫助他 所以我們把他順勢打敗海盜 再小聲一點好了 他那個對話 他那個講話 有一種突然斷掉的感覺 讓你有一種好像在不同次元講話 你像那個 用對講機講話 講一講到突然就沒聲音這樣 他連這個細節都有做到 擊殺海盜 並尋找這個鐵窗鑰匙 因為他們被關在鐵窗裡面 反正MMORPG是這樣 就是一個任務會帶動輕壓任務 然後會變成一大串任務 你為了解AB A任務跑去解B任務 然後B任務 就跟你想說你要去解C任務 那你好不容易找到C任務 他就說你要去再去解D任務 就一連串任務這樣 然後再解解解解 然後從DCB再解回來 通常都是這樣設計啊 你看我們現在要救他 他才會告訴我們王冠的事情 好王冠被偷走 他把那個戰鬥跟對話 同時進行 因為大部分的MMORPG都是 打完怪之後然後回任務 然後講話這樣 那他沒有 他是直接讓你戰鬥的時候 在那邊會一直有對話出來 我覺得他這個設計真的很不錯 節奏就會比較快 節奏就會比較快 就這樣你就會 邊打怪你還可以邊看劇情啊 就不會那麼無聊 然後再搭配那個BGM 比較緊張這樣 好繼續 這邊就是打怪然後掉那個 掉落那個物品了 我們要找到這個鑰匙 我們要找到這個鑰匙 我們這個善意都是切人家後排 好這邊很快 有一個圖巴爾算小BOSS吧 他會範圍攻擊 我覺得也沒必要躲避耶 因為 就硬打硬打 獲得鐵裝鑰匙四把 我們剛好四個人吧 一人拿一把 好拿到了 好繼續打海盜綁匪 這邊有小地圖啊 好海岸小山有沒有 他就邊走邊對話邊打過來 整個那個節奏掌握得不錯 韓國遊戲目前還是No.1 至少在那個Online Game部分 手遊應該也是這樣 跟那個明星大陸Online Game部分 差很多 也不能說千萬 就是各有各的好啦 只是太多重複類型 看了就 都重複了 大陸的Online Game部分 好 這邊有六個 六個事情要做耶 好友的話 我目前 計算一下吧 都沒有人要加我好友 好隨便加一加吧 我現在幾個好友啦 才21個 有夠少的 畢竟我玩的時間都半夜吧 好這邊有時間 2點52分 你現在往往我自己再來跑一下那些副本吧 至少每天要打一下 欸還有一個耶 他剛卡住我耶 奇怪 沒有自己去撿 好 又有那個功能了吧 又要開啟了 好 次元死強化我們的技能 技能強化 好今天就開啟這個技能強化 嗯 技能強化需要等級5 然後 這邊有目前還有升級後的 我看一下喔 這裡吧 %數有變多 28.5變成31.57 其他這邊也有變多 1340 他們有用一個紅色字體 表示但是有用別的顏色告訴你 可能會有這些地方的差異 好這邊會有%數 然後你升級之後這個戰力好像也會提升 我看一下喔 這邊消耗金幣我們有50幾萬 稍微升一下吧 應該都夠吧 好我待會自己來把這個 技能給升一升 我們繼續玩遊戲進度 尋找這個 遇難的船隻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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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遊戲節奏超快啊 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不是說因為要看劇情然後就很拖 沒有完全不拖 我算是玩的 第六天嘛對不對 第六天的話 三個小時遊戲進度就到這邊 因為每天只玩半小時 那六隻的話 如果我剛入坑的玩家 應該已經玩了七八個小時都有可能 因為每天玩三四個小時 就上下班 下班嘛 週末嘛 狂玩 可能已經玩到很後面去 都已經超越我了 沒差我們就慢慢玩 細水長流 我玩遊戲是這樣啊 就想玩就慢慢玩 不急 玩到最後大家都氣坑了 只剩你一個人 也是有可能的 只有你剩下你一個人在堅持 但是好玩我才會接接著玩 如果不好玩 可能就早早就氣了吧 好打這些海盜 我們那個金幣也是在一艘船裡面嗎 金幣副本 你看強大的力量 有個BOSS吧 Fina根本就是我們的引導者 完成船劍的墳墓 對吧 就有點像剛剛我們打金幣的那個感覺 我們金幣副本就長這樣啊 我們金幣副本就長這樣啊 喔這個 TOPTOP他通知我 新版本啊 好啦好啦 我知道 每天都在更新嘛 我今天看了一下公告好像還好耶 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就只有那個邀請好友吧 就是你那個邀請碼 可能要邀請 人家用你的邀請碼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再去看一下公告 可以拿到一些獎勵 還有抽獎的獎勵 因為他是那個講日文啊 所以你還是得看一下字幕 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喔我就沒有 我就東看看西看看 反正我們有奶媽有戰士 這個肉盾會幫我們上這個護盾 那我就弄了兩個束縛 你可以再找法師吧 或AOE吧 因為我這感覺這個賽因跟這個 這個主角 女主角這個 都是單體束縛的感覺 可能他有點AOE吧 這個萊納 好找到了 好找到了 好就這樣了 我剛說嘛 任務就是這樣 為了要找某個東西 又觸發另外一個東西 一直觸發下去 雅肯 我們是黎明傭兵團 好這邊技能強化 我待會再來強化 活動 好又完成了一個活動 這邊有一些教學啊 技能強化教學 也會的嘛 還有潛力教學 我倒說不進行 你看我還在做新手教學任務啊 就知道我玩的時間很少 好20分鐘了 打完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回來了 我們直接回到這個 冰雪之城是不是 冰凍之城 這個橋樑嘛 這個橋樑不可以看視野 我們第一次來說這個橋樑 是前幾天嘛 那邊有打怪 我們要 我們要 將這個拉尼亞王冠 轉交給諾赫 就是那個很像學者 講話好像有點 漸漸的 他講話給人 給人家感覺就是 他的人設就是 嘴巴好像比較 那個毒一點 毒辣一點 有沒有 他怎麼變那麼大隻 這個角度怪怪的 我們慢慢認識每隻角色啦 因為這些角色這樣都是要抽要練的 梅莉莎我們有 對不對 他是聖女慧 那我們那個抽來的角色是不會有劇情的啦 賽因目前沒有劇情 他要離開我們了 但只是劇情方面離開我們 隊伍上你還是可以用他 他會突然斷掉 講話會突然斷掉 有點像消音的感覺 我們要去這個卡尼亞 就是我們要離開這個城鎮了 前往新的新手村 新的地圖 那我們最終目的就要找到露迪 那個救世者露迪 他先告退 這邊有靈藥耶 好潛力教學 來吧 今天就講了技能教學 跟潛力教學 好這邊又開了 還有神聖利也 潛力教學 攻擊 防禦 生命 好要使用靈藥 那強化 這樣是不是 你可以 平均分配 那靈藥的話這邊還有100 他會一直轉圈圈吧 我在想 兩個輸出嘛 肉盾也要 這種東西看你要不要特化 比如說肉盾的話 你就特化防禦跟生命 假設啦 假設如果你是想要特化的話 看你啊 他這個只有10而已啊 我沒了 沒有靈藥 靈藥的話就要去打 這個不是無限之塔 那個副本裡面有 這邊 冥藥副本 那金幣副本嘛 也是需要 每天就打一次 免費打一次 然後福溫副本 經驗副本 這個都要打 我待會都要來打一下 反正就掛之洞 掛之洞 好 開始進化冰凍之城 我們再玩一下 GOGOGO 這種養成遊戲就是 你要嘛就花時間慢慢養 要嘛就花錢 花你的台幣 抽到角色之後你就想要養成 然後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無敵洞 課金無敵洞 好我們上次失敗了嘛 這次可能就是要去挑戰一次那一隻 賽河嗎 我忘記了 他是諾河嗎 挑戰那一隻 上一期挑戰失敗的 我猜可能要打 還是直接就挑戰 還是直接就進化 好來吧來吧 攻城戰攻城戰 哇真的很帥 擊殺贏來了敵人20隻 好我們把他幹掉 小心啊 其實你現在不養成的話也無所謂 我覺得他的設計 一開始設計就是 你就算沒有養還是會過 因為畢竟才第二張嘛 好 好 換個賽印 我到現在還沒有用搖桿玩 這次是可以用搖桿玩 自己用搖桿在那邊 當作ARPG在那邊打 這個應該就是影片了吧 他這是模組 好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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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來了 好來吧 擊殺冰冷魔像蓋魯 OK蓋魯 我們把他幹掉吧 5萬HP 他會對他自己視線的方向進行AOE攻擊吧 我們可以集結 集結就是 你閃躲之後可以集結 這個有個奇結 我沒有用但是小隊的話通常可以集結 比如說我現在用這一隻吧 變成的好了 不過他AOE我們就集結 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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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只有兩隻過來 我被冰了是不是 怎麼被冰了 是我嗎 這個其實應該是集結了吧 我們移動的話要跟著我們跑嗎 不會 那我按取值 這個你要再嘗試一下 集結的這些功能 怎麼玩 因為我們是小隊嘛 小隊一定是可以集結或是分散 或是各打各的 那我還沒測試啊他就死了 還沒試出的結果BOSS已經被砍掉了 好爽喔 進化成功 進化成功 要不要春朗花開啊 果然 結果沒有那麼多冰雪 樹木就長起來 因為妖精森林給我的感覺都是 妖精都是樹木嘛 森林啊 綠漾狼 那他是冰雪 冰凍之城 有沒有掌樹啊 有有有有好一點 至少沒有剛讓冰雪覆蓋 好 進化完成 第一章就一直逃跑嘛 第二章就來到這邊 好完成預言的完成 恢復精靈之地 欸我今天先玩到這邊好不好 那遊戲還是很不錯啦 想玩就趕快下載來為我玩 像有PC版如果你手機不給力的話 就用電來玩 那我是用模擬器啦 我是用模擬器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vamos坐吧 我們請坐牌 倫敦 你們 四個個字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